剛剛在廣告我一直在思考 那個炫哥化妝化 他說因為沒有量所以就好拉 但是量不夠也是個敗筆 所以到底大盤怎麼看 我們先上個日K 因為剛剛建成有說 擺明了他就一個很明顯的 像你的碗嘛 這本來的碗 家裡的碗 碗底到底算不算 而且都留須須 打下去把它埋起來的下影線 就OK 更是如此 不是只有 這個禮拜 連續三個禮拜時間縮很短 這個禮拜呢 他是破了低點才拉起來的收腳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開場的時候我有說 都是下影線 大家去買起來 炫哥 請上來 關鍵的下個禮拜怎麼看 對 我們先看日線 再長一點點 我說在那邊算 我說轉折嘛 這裡到這一天 三十四天應該要收黑 要收黑就是說投資人會殺下去以後被吃掉 但是賣壓比買盤重 所以他就會收黑 結果他收紅 代表有人去買 結果買一點點就起來了 代表賣壓很弱 因為什麼這次叫做破線耶 這不是破線嗎 破線應該有重壓 但是結果沒有那麼多賣單 結果他家一買就紅了 好 再來呢 到了昨天 昨天是前天 前天這個地方 這裡下來前天是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應該也是砍下去應該是黑黑啊 結果人家一買下影線 下影線就買得黃 又買起來 結果一買又紅了 賣壓青 買一點點又紅了耶 好 到了昨天 昨天是九五九三 一直到昨天是五十五天 五十五天 結果昨天不是下影線嗎 而且美國早上前不是大跌嗎 這下子 台股大家感覺是這下子台股完了 對不對 事實上 結果還沒有想像的低 收盤又紅了 也不跌 美股 歐美股是重跌 台股不跌耶 昨天歐股大跌 台股還大漲 所以這個地方就代表說 投資人已經都沒有股票了 早就賣光了 早就旁邊涼快了 他也不想來 所以殺破線 所以主力在那邊 上衝下襲 做錯又揉 又打又踹 結果發現 你們都沒有了 原來都沒有了 到昨天不是五十五天已經過了嗎 終於發現說 原來你們都沒有 今天稍微用個力 到今天外資才反空為多 雖然投資人賣不多 都是外資在賣 連外資賣那麼多都紅耶 對不對 那今天他 你想一想 一個那個大咖 最主要連賣17天的大咖 由賣轉買 你知道那個力量 不是180度嗎 所以就變成長紅了 那麼大的利空 外資又一直賣 都賣不下去 都是下影線 都被接走 而且都接成紅K 那個轉折都不對啊 所以心裡糾纏 結果他這裡就拉一根紅了 我們再看周線 你知道多少周線 周線有多少轉折嗎 你知道這個禮拜 就是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是上面的 5 8 13 剛好 6609是144 這多啊 從6609是最低點 那個6609算到這個禮拜 有四個轉折 都要這個禮拜 理論上應該收黑啊 因為收黑不是這個剛好是最後買點嗎 結果到昨天還黑 今天一拉又紅了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再算轉折 該黑的全部紅 我們再看月線 月線現在是10月 10月是什麼 就是這個6609嘛 這是三年來的最低點 對不對 6609到這裡是34 所以合理上10月份應該要黑啊 紅了 雖然10月3號而已 但是就紅了 疊不下去啊 都紅了 這是很怪的 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這個實在是 這代表說沒有賣壓了 但是問題呢 那我在低檔就沒有進到很多嘛 所以啊 我也比較偏向 所以財政部長他早就暗示了 對 句子 像句子 他說那個句齒狀 他會句齒狀 好 我們看到那個日線 我告訴你 我的想法是這樣 他會 這裡不是月線嗎 碰到月線 休息一下 OK 因為月線還在往下跌嘛 對不對 月線還在跌 月線就在9154嘛 9154喔 你看箭頭有沒有 他就往下的 所以下個禮拜再衝到月線 不就碰到壓力了嗎 壓力了喔 他就再拉回 休息一下 因為不急 不急 再往上拉 又會碰到季線 季線才在這清掉喔 你記得比例清掉以後 在9290 9290 可是他也是往下的喔 因為季線還在扣這一邊嘛 9290 所以他還在往下 對不對 到了季線 我再下來一下 到季線我再下來一下 再來呢 我就是 這樣各位 到月線休息一下 到季線休息一下 最後最多啊 他不會過這一條線 9593 他不想過這一條線 是喔 為什麼不能過這一條線 下降壓力 因為現在上來 我們把它歸納叫做選舉行情 如果我拉過這一條線 那個鳥就抓到沒辦法 對不對 可是聖哥那個11月29 10月底要選囉 對 所以他 不能拉太快 就是選舉前不能拉過這兩個點 我如果這樣拉到這樣 同學你會怎麼想 選舉之前 不確定因素那麼多 有賺對不對 到這裡不是有賺嗎 你會跑光光 賣掉 所以我在這裡要蘑菇 如果以這樣來畫 這樣 我到林內用這樣畫 這一個我最多就到這裡 OK 到這裡 大概9450左右 就是9593切過9532 再下來大概接近不到9500 然後再下來在這裡選這樣最好 是喔 因為這樣我這樣畫 我這樣畫一個平行給他 這個叫做選站嘛 我在這裡選的時候 這裡套一部分人 這裡套一部分人 沒錯 這裡再套一部分人對不對 我們講清楚這個是一半 有一半的人有些套在這裡 有些套在這裡 對 有些套在這裡 那套在那兒的會選他嗎 他跑不掉嘛 因為他跑不掉啊 對啊 他跑不掉對不對 所以就套在這裡 那當然還有一半的人是買在這裡 所以他是賺的 還有買在這裡 對不對 因為這個位置大概是9200左右對不對 所以買在這裡是賺的 這是9014嘛 這是8860嘛 我這也在923 這是賺的嗎 但是有賺到可以刨嗎 這樣你知道嗎 你賺不多 賺不多啦 藍三的賣合 有賺到的賺不多 套的也沒套很多 所以恨也不強 所以今年的選舉是愛恨糾葛 因為我到這裡 這樣對我最有利 為什麼 套的人綁票啦 綁住你就對了 我套的人套不多 不會很痛 對 那買到的人也賺不多 不會很高興 也笑得不太出來 OK OK 如果 如果那是選舉來了嘛 那你投票的時候 不是有一些是 有一半的人是套牢投票嘛 一半的人是小獲利投票嘛 沒錯 那你的未來的幸福就這樣決定 執政黨贏了慶祝行情 這個叫做解套小獲利 這個叫做大賺錢 對 這不是皆大歡喜嘛 如果選輸了呢 選輸了就這樣哀悼一下對不對 哀悼一下 這裡由小賺變成小虧 要停利出場 停損出場 那這裡呢 就準備斷頭了對不對 這個叫做綁票行情嘛 他就必須 壓這樣 所以不然你會發現 台股這一段的走勢很怪耶 對啊 連那歐美在大漲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跌對不對 一直等到歐美大跌的時候 我們突然大漲 這不是很怪嗎 所以下個禮拜要有心理準備 應該是怎麼走 基本上就是 我怎麼說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回到說 應該是 我大膽的說 8860不會再來 好 這個應該是今年的最低點 就是今年現在可預見的最低點 不會再來 好 只是說 這個底部出來以後 他不一定是 他不會說 在選前急漲 但是 選後 就是我講的下一個最大轉折 是在明年三月 那個地方 像外資喊的什麼10800 一萬多一萬多 大概應該會落在明年第一季 就是過年那一邊 好 選前可能就是 我簡單的說叫做 叫做 緩彈 擴底 OK 應該是這樣的 緩彈擴底 我不敢說 馬上回升 因為那個轉折都不對 轉折不對就是 我長上來是會被絆住的 如果轉折對是 我是整個要上來 所以這個就比較尷尬 這個輸贏就會只有一點 因為指數輸贏不大了 就是你多空趨勢要做對 對不對 這個多空趨勢要做對 然後選股決定你的輸贏 感謝炫哥 剛剛聽到這麼一話 月線季線大概9150 9250大概的位置 彈上去 但是以後再壓回來 這兩個關卡有點反壓 那很有可能就在中間的位置 9250左右 到了11月底 來進行選舉的這樣一個行情 有點糾葛 與您說一下分享 剛剛其實 冠州 你好像還沒提到行情的研判 所以你覺得這個行情下個禮拜 樂觀 所以不糾葛 不糾葛 我覺得這個地方其實 所有的利空都在前面都已經發酵了 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我們在看行情 一個重點就是說 利多消息你可能還沒那麼重要 利空消息去徹底特別重要 那從最近這五個焦率 包含今天的一個紅棒下來 對 我想剛剛前面都講到說 這上禮拜的 這個禮拜的利空多不多 非常的多啊對不對 那利空還下不去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我們不要其實不要去預測 好像下禮拜 你說會漲多少還是會落多少 不用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我想剛剛宣哥講的沒錯 底部應該是不會再來 所以真的現在為什麼盤難預測 四位專家問出來的版本都不太一樣 孟漢你剛剛有研判金款會增主委 那所以行情 就看他射什麼箭啊 你看 我們南方 我們是南方四箭客 孟漢四箭客就OK就對了 就是說如果你射的這個箭的話 不要只是針對說量啊 倉當沖啊 這方面來講我覺得說 對於市場激勵性不大 那反而來講的話 像今天很好 像那個原空分紅的這個部分 針對有一些大家會擔心的 稅的部分你怎麼去解決 讓大家清稅 然後再加上說你看金融股拉起來了嘛 那這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會對整個市場的後市來講 是真的有幫助 因為大家今天是猜你下個禮拜 可能會有那個很強的箭嘛 結果你下個禮拜的箭那個射出去之後 咻就掉下去了 那他就會覺得就不是那麼的強 所以下個禮拜的走勢強或弱 因為只有四個交易日嘛 所以來講的話呢 強弱就是看射出來的箭 他到底力度強或強 所以可能有兩支箭啊 如果今天大跌 他就把那個強的那個箭拿出來射了 對不對 今天大漲的就想說就不用 就是哪一個對不對 就是夢幻不太喜歡的那一種箭 對不對 開放當衝你穿不死啊 對不對 是不是那個根本不是 那個怎麼是恩惠呢 你叫我去沖怎麼是恩惠呢 你是要給我害死嗎 對不對 我本來沖已經 已經沖得這樣 頭破血流了 現在再大沖一下 不是跳樓 如果行情都是開高走低的話 怎麼沖都是輸啊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那個觀眾啊 投資啊 現在不太敢操作看不懂 四位專家看法都有點分歧 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有一樣東西不用分歧 外資結束時期賣轉賣意義重大 今天的金融是代盤的要求 這個不用懷疑 所以你知道嗎 外資買超的前20名當中 就多達8檔的金控金融股喔 所以下個禮拜的金融股 剛剛孟漢有說了 也是要掌握的 同買超更重要 外資前陣子不是狂賣台積電嗎 今天的台積電 外資買回來 投信也正在買方 中信 玉山 金控 都是同買的 但同賣的呢 有達張銀跟南亞 同步進行了調節 可是我剛剛預告不是有講 好像全民聯合起來 抗外資 真的是這樣嗎 證據會說話拿出來給大家看 還有一個點 現在哦 iPhone 6 大家不是還在搶嗎 結果我們國內電信商 竟然因為iPhone 6 被公平會給調查了